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這週末天氣真的是一直在做變化 一下子早上是大太陽 結果下午又下到雨 沒錯 尤其是昨天晚上 忽然傾盆大雨 回家路上腳全部都濕了 真的 那天氣風險公司的總經理彭啟明就表示 他說這個週末的天氣還是存在一些變動性的 可能會有封面接近 也有可能會有颱風生成 那這兩個強弱之間的發展互動 未來這幾天都必須要持續觀察 那至於最近有沒有可能會有颱風生成呢 中央氣象局的預報員葉智君就指出 目前還要再觀察 彭啟明在臉書說 對於這週末的預測有不同的腳本 包括颱風 封面以及西南季風 幾個不同尺度的系統在發展或互動 這裡面有太多的學問以及不確定性了 這幾天將會持續保持關注 至於近期是否可能有颱風生成 葉智君接受EETDAY新聞雲的訪問時提到 目前南海到菲律賓東方海面是大低壓帶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南海菲律賓較東側有些雲系正在發展 有機會成熱帶系統 但真正增強的時間點以及路徑 有不確定性還要再觀察 在這個禮拜的天氣形態 環境條件是比較不穩定的 那一旦有像午後的熱力作用 那或者是局地環流以及地神聚升 這些激發機制的話 就容易有對流發展起來 而且一旦有對流發展起來 在這個禮拜就特別容易有局部的大雨 或者是較大雨是發生的可能 那首先我們從雲圖上來了解一下 目前台灣天氣的狀況 從雲圖上來看 我們目前台灣地區的來講 雲量上是比較少的 主要就是我們還是在太平洋高壓勢力的範圍之內 但是可以看到北邊的封面系統 跟南邊的低壓帶 其實離我們的距離都不是太遠 那特別要注意的就是南邊這個低壓帶的系統 目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跟南海一世一代 都有一些熱帶雲處在發展 而且預計這一代未來它的環境條件 都是有利於這些熱帶系統持續發展 那至於未來的降雨的趨勢 我們由趨勢圖上來做個說明 可以看到其實今明兩天 一直到禮拜五之前 都是以午後的形態為主 特別是在山區以及接近山區的平地 在禮拜五之前 午後雷正宇的機率相對上來講是比較高的 另外除此之外在花東地區 今天在花東地區恒春半島 以及明天的清晨在中部以北地區 除了午後雷正宇之外 在其他時間也有可能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也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另外的話在到了禮拜三到禮拜五這段時間 除了午後雷正宇之外 花東地區還有我們的中南部地區 其他時間也有可能有一些震雨或者是雷雨 發生的這樣的機會 所以天氣上來說 雖然有時候早上出門是比較晴朗的 但是午後甚至會下雨的時間上來講 可能會持續的比較久 大家出門一定要記得攜帶魚具來備用 另外到了禮拜六之後 這是週末的天氣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風面跟南風的影響 到禮拜六之後北邊的風面靠近 所以迎風面的北部東北部地區 還有我們南風迎風面的南部地區 東南部地區都是比較容易下雨的 降雨距離是比較高 另外在中部還有花蓮這一帶 雖然直接受到天氣系統的影響比較小 不過午後雷正宇的機會還是依然偏高 然後再次探討一下 你說說話